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視連線》這一段採訪 我的嘉賓又是羅家聰博士 KC 你好 有啊 去年香港的公務員離職 有1萬年126個人 差不多4千人辭職 其實政府 政府主任AO都有49人離職 還有手掌卡的都有15個人 政府達到五成 博士 鐵飯碗都沒有人敲 現在香港 怎樣看博士 我想 移民這件事就很多時候一個連帶性在這裏 譬如說有些人想那些子女離開 可能自己都想離開的 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算不是考慮到下一代 如果本身自己有些想法 發覺自己做的那個崗位 就是理念越來越遠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 這也是 事實上 現在其實我做這麼多節目裡面 其中有些節目都是 我的拍檔都是以前在政府做的 現在都是 移民去其他地方 這個現象其實就是反映整個政府是突然間 急轉直下變得太快 變得太快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多人不適應 不適應的當中當然就有些太基層那些可能未必有條件走 但是如果你說太高層那些 那當然也是可能被人被美國制裁中 也走不了 那如果是中間那些其實有很多都可能 就是穩救的 差不多 因為公務員是論資牌背上的 如果你說做到 不要說首長級 就算是 譬如說AOEO那些 相對高層那些 其實以他們存了這麼多年 還有這麼多福利 其實可以這麼說 穩救退休都OK的 相對就是他們想不想繼續在這裏摸 那你繼續在這裏摸的時候 其實很多做公務員那些不是貪升職的 都是排隊的 但是現在就 首先那個排隊機制出現問題 因為你看到很多時候那種升遷 不是根據以前那種做法 以前做法真的是看年資 數下誰先誰後 跟次序 跟那個入行 入門口的時間排隊 那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完全是另一套玩法 那他喜歡插誰插誰插誰插下去 那你對於有一些可能 就是升到某一個層次那些 就是覺得上面沒有位了 那分分鐘插那個人是不適合口味的 那你知道政府那些其實 就是辦公室政治是最拿手的 那如果在一個辦公室政治的環境之下 插一個跟你不適合的在那裡 那其實沒有人 沒人就不如早點走 很多都會有這種想法 那所以有一股這些 就是比較中高層的那些會走 那有一些可能進了門口沒來的那些 那那些也都是有機會走的 因為那些其實可以這樣說 洗濕頭的時間不是太久 即是臨時 及時抽回新出來 那就是可能還是30宗的那一隻 或者30宗還未到40 那那些去 就算40宗都好 你如果去別處 重新來過 那其實還有這個條件 那變成了就 就是你會看到 最沒有條件走 可能就是最低的基層那些 還有最頂層那些 如果不是的話 中層那些其實很多都 有條件都會有這樣的考慮 那博士見到 就是現在香港的政治氣氛 人人是比較緊張的 見到國安處近來都要 通知海外的白紙 還有香港裡面都抓住人 那最深的情況呢 就有種子的人 又有上網都可以問話 那另外這個事情都看到 加拿大那邊 對於香港的救生田政策 都放鬆著 所以看到這個現象報是 香港裡面就這樣 粗變到鬆 所以未來那個移民潮 怎樣看 簡單來說都會繼續是嗎 它緊的意思其實就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樣緊 如果譬如說 你走去鬥那些 就是所謂說 它覺得不喜歡那些 然後就是 玩它在鄰居的屋子 然後請他回去問話 其實就 首先不是影響很多人 都是那個 現在報紙 新聞報了出來幾個 但是那個觀感就很差了 就是有些好像黑社會的手法 就是這樣 不要去搞你 就是抓就抓不到的 證據也都沒有的 但是總之就是去找你 也沒有去找你 找你回去搞了一陣 但是 當然了 報紙也有問 你又不是個個都這樣做 有些立法會議員那些不敢動 那整個 整個被人的觀感很差 那你一路一路做些事情 就是 就是 是你自己做出來 令人憎恨政府 令人憎恨政權的話 那些人就 一個一個這樣走 就是自己做出來 你一邊叫搶人財 一邊做這些事情 就是搶不到的 哪個來 哪個夠膽來 那你如果說外面鬆不鬆 我想 兩體而已 你加拿大那些 他最近 就是所謂改了 那個都是 依然不是很大 因為 很多 如果你說本來想走 那些本身都有個學位 或者 有一張文憑都不是很難拿的 今時今日 那本身很多都已經有條件 那申請那些 其實你這樣寬鬆 就是 就是 簡單說 就 似有還沒有 療性於無 那你說會不會是 吸引到一批那些 所謂的藍領呢 本來是 可能 技術不是很高的 沒有學歷的 那可能就是做 做建造業的 或者是 裝修界的 那 粗工 那你是不是吸引那些去呢 那那些是有的 但是那些 那個 那個 那個移民動機又不是太強的 那些可能 譬如你去地盤找 拿了五六十的了 那些 那些就算 你說他沒有學歷 肯要他 他不懂得說英文 他不懂得說英文 他不懂得做什麼 那麽 其實去的動機 或者誘因不是太高的 那如果你另一批 南嶺 可能 掃街啊 洗碗那些 我想加拿大不會要的 就是 其實他這樣 不知道在針對著哪些人 這個針對 真的是很專業的南嶺 那些英文的 但是偏偏 又拿不到學位 那其實這些人很少 不是太多 嗯 那講回經濟 蔡野 陳茂波就說 除非有外圍有很大的挑戰 否則下半年 香港的經濟環境 會比上半年好 還說下半年香港的經濟 將以金融和科技 作為主要的引擎 上一次我都想 博士講一講 下半年香港的經濟狀況 那是怎樣回應阿蔡野的說話 不回應那些說話 有無聊的 就是我想下半年那個經濟狀況 我講我自己的 他那個 走勢應該和外圍都幾接近的 就是外圍現在都是有個風險 就是下半年 或者挨近年尾那個衰退 就會殺出來 那當然就是那個 那個時機就很難說了 你如果是 譬如這一季 說很久 可能開始了衰退 那第四季的東西 就可能挺走樣的 那變成了就虎頭蛇尾了 那整年拉出來的數字就蚊了 那但是現在你看外圍 所以就算說衰退還沒近身也好 無論是美國也好 或者是英國 歐洲 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那個 那個GDP增長 其實看到第二季的那個數字都不漂亮 就是有些預先看見到 就是 現在預先看見到 但是有些第一季都不太漂亮 第二季的那些估計都不會漂亮 那如果你第一、二季都不太漂亮的時候 其實就 即使 就是 我想比較貼身的指標 譬如失業率那些 沒有看到說 標升也好 那你就純粹論過產值 因為整體的槓桿 投資那裡是 增長是慢了 甚至開始縮水的時候 其實GDP那個數字 那個 報出來的大數不會很漂亮 那香港就更加 其實是 比較走樣的 即是你看到最近 大陸的出口數字都差了 那如果 你說純粹 純粹是 看氣氛就看不出來 但是你問一下那些企業 就是賺不賺錢 那其實 每個人都在捱得很辛苦 就是倒閉得多 那你尤其是看高增值那些 譬如雙下 雙下的那些空置 其實很多地方都很厲害 那你也在反映著 即是一些高增值的引擎 其實是差了很多 那你說什麼科技那些 就沒有意思的 就是科技那些 你說現在做了幾個科研 就是遲些怎樣拿到背章 你現在說的 但是很多東西你還沒落地 就還沒賺錢 你就進不了GDP的數字 所以說了天花龍虎 就沒用 你說30年後30年後的事 眼前看到那個季 或者今年 其實就看得到的 外圍的需求 的出口應該是頑皮的 看得到的外圍的GDP 就是大家差不多 走勢同步 都是慢慢的 還有看得到你本土那些企業 其實就是 捱緊的難賺錢 尤其是高增值那些 就是從商鋪的租金那裡反映 都是差的 那你這麼多東西都是差的時候 你只是氣氛好 是不是有空 趁一下去 搞一些什麼七一節 那些都沒有意思的 就是那些是旺丁的 旺財才有用的 你是不是人多 那條街多人沒有用 就花錢才行的 那所以就是 有時候如果你身為一個才爺 都被這些假象握到 那真的很可笑